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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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普拉桑颱風登陸上海 多個村鎮受災嚴重 中共強推延遲退休 各地爆發退保潮 台灣南大商赴上海離奇失蹤 財經記者赤旅遊陷阱 全美最白沙灘 一堵珍珠白加州卡梅爾海灘 首先來關注中國的消息 繼貝比加颱風之後 9月19日晚又有一個颱風普拉桑登陸上海 部分地區雨量打破歷史記錄 鳳賢 浦東新區等多地受災嚴重 大量房子和車子泡水 此外 安徽鄧山縣和蕭縣 已淹水兩天損失慘重 官方數據顯示 今年第14號颱風普拉桑 與19號晚在上海市鳳賢區沿海登陸 最大風力9級降雨主要集中在鳳賢 浦東 閩航等區域 部分觀測站的雨量打破歷史記錄 據瞭解上海鳳賢浦東新區 多個村鎮受災嚴重 當地居民一覺醒來 很多房子和車子都已泡水 早上5點鐘起來的時候水位真的很深 就已經到我膝蓋的這個位置 當時都是水 好幾個小區都被淹了 水淹車要是一堆的 很多人就像我一樣睡醒車被淹了 這次也沒想到這麼暴雨吧 大家都沒有預防 我長這麼大沒見過小區被淹了 第一次遇到 有居民提到 上一個颱風被避加是風大 吹落的樹枝和垃圾都還沒完全清理完畢 緊接著又來一個颱風普拉桑是雨大 接連兩個颱風造成巨大損失 村莊裡兩條河 河裡的水溢出來了 都有一片汪洋冷 滴得家裡肯定是淨水了的 太多淹掉了 水果素泡水了吧 死死了 好多車子都在路上拋錨了 前兩天颱風都還沒收拾乾淨了 然後昨天晚上下這麼大的雨 肯定都堵住了呀 雨量很大 一片水襄澤國呀現在是 數更浮起來的又到了河 這個公園現在是一片浪跡 整間的太厲害了 進海都在地板 地板裡面全部進入水了 都在搞衛生 18號 受被避加颱風影響 安徽蘇州市蕩山縣蕭縣下了一天一夜的雨 兩縣嚴重內澇 至今積水未退 大量房子 車子和庄稼泡水 損失慘重 當地民眾質疑水庫洩洪沒預警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熊斌高玉採訪報導 中共總理李強日前強硬喊話 要求各級官員落實延遲退休政策 引發名分 許多民眾對政府失去信心 湧入社保中心退保 中共國務院9月19號 舉行延遲退休工作動員部署視頻會議 中共總理李強在會上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官員提高政治站位 確保延遲退休政策落實到位 中共不顧民間反對採取強硬手段推行延遲退休 引發退保潮 中國社交媒體上傳出大量視頻 多地辦理退保的民眾大排長龍 有網友表示 我交了十年決定放棄了 也有網友說 我也退 靈活交了兩年 還有網友直言 越相信越傷心 買保險的錢還不如存起來給自己養老 大陸民眾劉女士說 中共永遠都在畫大餅 欺騙民眾 但是現在很多年輕人都能網路翻牆了解真相 中共也騙不了人了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知道的更多了 也都看透了 因為就不斷地說這些 就是說瞎話 不斷地畫餅 那現在有網路都有記憶記 那大家不斷地在傳這個真相的時候 他們就清楚了 大概曾經過此刻怎麼獲得 他們也知道 廣東民眾朱先生表示 中共政府出臺的這個延遲退休政策 根本沒有經過人民的統一 不符合法律 是當局隨意武斷做出的決定 不是人民當家做主嗎 那麼這麼大的事情是有沒有經過人民當家做主的 人民都統一了沒有 人民都統一意見了沒有 哪些人去做的這個決策 做的這個決定 即就這樣 讓不下來 這真的是涉及到廣大人民全 中共臺 卻成為第一 你突然一下子給人推出一年 兩年 三年的 實行不等 那人卻怎麼好想 中國網路上對於退保時 能否拿回已繳納的養老保險金議論紛紛 有網友說 只能退回40% 不給全部退回 也有網友表示 退全款太難了 我找朋友退了90% 還有網友勸大家 能退趕緊退 別猶豫 錢放在自己手裡才放心 多存錢少消費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唐瑩 李莉舒燦採訪報導 來自臺灣的消息 最近傳出多起臺灣人附中國大陸失聯的消息 週四 陸委會例行記者會被問到 除了臺速高管被邊控 無法反臺之外 一名入境上海的郭姓學生也失聯 至今已經超過三週 海經會表示 已經與臺大生的家屬取得聯繫 也針對這一起案件 驅寒海協會 有網友近日在網路發布巡人啟示 表示有位高中同學今年大學畢業 8月27號和朋友入境中國上海後失聯至今 失蹤同學的親姐姐說 弟弟抵達上海之後 有跟他報平安 後來就聯繫不到了 姐姐表示沒有放棄找他 也做好最壞的打算 但真的希望他平安回來 那他是和朋友一起到大陸去 那因為現在家屬已經報案 所以我們海基會也跟對方海協會在聯絡 來協詢 那目前並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而針對中共招攬臺灣網紅宣傳中國旅遊 財經記者胡彩平發文稱 共產黨對臺灣那麼惡劣 也就更增加了政治風險 而被邊控被關小黑屋的那麼多 這都是網紅招待旅遊不可能會知道的事情啊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陳韻如 雨薇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 日籍男童在中國上學的途中遇刺傷亡事件 引起日本輿論嘩然 前往中國的危險程度再度提升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卓榮泰今天回應媒體提問時再次強調 臺灣早就已經對中國和港澳地區發布橙色旅遊警示 希望國人提高自身警覺 我們對於受害者以及家屬我們會感到非常的惋惜 我們用橙色的旅遊來希望國人能夠提高自己的自身警覺 這一段時間以來我們也做多次的呼籲 但是還是有部分的小小的事件 我們認為還是請國人能夠提高警覺 但一旦事情發生的時候 政府還是會請相關的單位跟部會能夠去了解這個事實 9月18日 在加拿大國會外國干涉調查聽證會上 兩位國會議員披露了中共針對他們的干預行為 9月18日 加拿大國會議員莊文浩在出席外國干涉調查聽證會上披露 去年 一名前公務員張海燕曾聯繫他 表示願意在選舉中為他提供協助並給予政治建議 莊文浩隨後對他進行了深入調查 幾年代表他在加拿大國際法官辦公務員工 他曾經過20年再次被加拿大國安保的防守 加拿大國安保的防守 加拿大國安保的防守 同一天 國會議員關慧珍也在聽證會上披露 中共駐溫哥華領事館曾指示商界停止與他接觸 去年 加拿大安全局警告他 由於他長期倡導中國的民主運動和人權 他已經成為中共的干涉目標 此外 根據加拿大安全機構提供的情報顯示 2021年國會議員投票 反對中共對維吾爾族的種族滅絕 而中共試圖干預這一投票結果影響議員的決策 甚至建立某些議員的個人檔案 為日後對他們進行經濟制裁或其他行動提供依據 兩位國會議員都呼籲加拿大政府 多項公眾及議員通報外國干預的情況 改進選舉提名程序 並嚴格甄別議員辦公室人選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林希 加拿大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日本自民黨總裁互選員就南童遇襲案 其身敦促政府毅然應對 中國地方政府隱性債規模龐大 中共僅公開八起案例 美國大選在即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下週訪美 計劃會面賀錦麗與川普 歐洲中部水災新增至24人死亡 歐盟將撥100億歐元援助 9月19號 本台舉辦的第九屆新唐人 全世界華人美聲唱法聲樂大賽 在紐約曼哈頓考風曼音樂中心開幕 經過一個下午的初賽 來自美歐亞三大洲的14名選手脫穎而出 進入副賽 新唐人全世界華人美聲唱法聲樂大賽 宗旨是弘揚純真 純善 純美的正統聲樂藝術 吸引了各國的聲樂好手 就是弘揚我們的中國的傳統文化 這個對我特別有吸引力 因為真的左邊什麼樣的大舞臺小舞臺 我都見過 我們的主題弘揚這個傳統的中國文化 而且在紐約 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和柏林音樂學院的 張春青介紹 特別認同大賽要求用傳統美聲唱法 來演唱中文歌曲 一個中華兒女 你對中國文化的那種眷戀 那種熱愛和骨子裡帶有的那股氣息 就是看到很多高水平的選手 覺得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 選手表示在備賽過程中 不僅提升了唱歌技術 還感受到心靈的升華 純真我覺得這是非常乾淨的一個詞 然後代表你的心靈跟你的整個思維 要帶給這個世界更加的乾淨美好 帶來就是積極的能量 唱出來給了聽者 他聽到了他覺得升華 我唱的是大江東區 是三國時期的故事 我就想讓觀眾都感覺到 這個當時的那種情景 大江東區浪淘境千古風流人物 新唐人的聲樂大賽 有別於世界其他類型的聲樂比賽 比賽中的曲目 也要求的是傳統的經典作品 大賽的宗旨是為了復興中華傳統文化 幫助全世界有才華的華人聲樂家 走上世界舞台 經常人注重於給華人的一個平台 這個是很棒的 對我們華人是非常的公平 然後會感覺到很多的安全感 經過一下午的激烈角逐 總共有14位選手成功晉級週五的副賽 本屆大賽的副賽和決賽都將售票 對公眾開放 觀眾可以清零現場 大飽而服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夏文月 鴻生紐約採訪報導 賴清德視察地震防災演練 每日18國冠謀團出席 歡迎回來 明天就是9月21號 臺灣今天上午9點21分 都收到全國性地震演練訊息 而今年震災救災動員演練 已是嘉義縣舉辦 總統賴清德今天到太保市祥和國小 故宮南院視察演練 包括美日等18國的觀摩團都有出席 總統賴清德20號南下嘉義 視察國家防災日的救災動員演練 在嘉義縣長翁張良 AIT處長谷立言 日台交流協會副代表福布崇 以及18國國際觀摩團陪同下 賴總統參觀了各式的新型救災設備 包括通訊指揮車和五人機等 充分展現臺灣的科技實力和防災任性 防災工作必須不斷進步 絕對不能夠停滯不前 政府將持續努力透過運用新科技 打造公司協力的網路 並且跟國際社會密切合作 來強化整體社會的防衛任性 確保臺灣未來面對各項挑戰 更加穩健和安全 25年前921大地震對臺灣造成重大災害 導致2000多人臨難 之後的每年政府都會在9月21號前後 舉行防災日提升全民的防災意識 賴總統同一天也前往祥和國小市場 學生們頂著大太陽認真進行鎮災演習 連外國學者都說讚 直走後 澎湖也舉行研練 模擬空難發生的情況下 如何動員救災 後送傷患 演習分四個地點同時進行 海巡和空軍更是出動四千頓級的尋規劃 大火吞噬豪華遊艇 船上兩名乘客 毫髮無傷 週三晚 一艘停放在洛杉磯 馬利安德爾灣的豪華遊艇 因為燃放煙花而起火燃燒 大火吞噬了整艘船 所幸船上兩名乘客成功逃脫 毫髮無傷 熊熊火焰和濃煙不斷從眼前 這艘豪華遊艇的箱房內竄出 週三晚間八點半左右 洛杉磯縣消防軍見獲報案 停放在馬利安德爾灣 一艘遊艇海軍上將號 疑似因為燃放煙花 起火燃燒 消防車抵達現場後 不斷向遊艇灑水灌救 火勢一度威脅附近的船隻和建築物 根據報導 遊艇上裝載的煙火和大量彈藥 也被點燃 不斷爆炸 經過約兩個小時的搶救 這場大火順利在晚間十點半被撲滅 船上兩名乘客也及時逃脫 毫髮無傷 遊艇沉入水中後 由救援人員設置柵欄 攔截柴油等污染物 至週四下午接告前 具體起火原因還不得而知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王思逸綜合報導 疫情之後 中國在2023年首次開放邊境 那時美國航空公司 對重返中國市場還抱有希望 但如今中國經濟下滑等原因 使美國航空公司的態度 發生了很大轉變 疫情前 每年有150艘航班 往返美中兩國 但現在美國航空公司 只恢復了39艘航班 其中 達美航空和美聯航兩家公司 還在向美國運輸部 申請延長停飛 根據報導 達美航空正在申請推遲重啟 四條飛中國的航線 共28個航班 包括洛杉磯飛往上海 西雅圖飛往北京 亞特蘭大飛往上海 以及底特律飛往北京的航線 而美聯航也計劃 繼續暫停6條航線 21個航班 旅遊業人士分析 中國近年來經濟下滑 來美旅遊的人數 與疫情前相比大幅下降 再加上美中關係緊張 全美恢復航班的希望苗茫 美國航空公司因此更願意 把運輸力投入其他國家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張博元綜合報導 接下來請看今天的 財經100秒 儘管在美國聯準會 大於預期的降息行動後 市場對中國降息的預期升溫 週五中國官方宣布 維持基準貸款利率不變 鴻海開始在巴西生產iPhone16 這是歷來第一次蘋果新機發售初期 就在南美洲生產 有助突破巴西高關税障礙 擴大新機銷售 並避開地緣政治因素 可能帶來的供應鏈影響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盧比歐 週四提案 禁止中國製造商在墨西哥 越南 馬來西亞等國設廠 藉此規避關稅 歐洲汽車工業協會 週四發布最新數據顯示 歐盟8月新車銷量衰退18.3% 為三年新低 主要市場德國 法國和義大利全衰退 歐盟全電動汽車銷量跌43.9%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全美最白沙灘 一堵珍珠白加州卡梅爾海灘 以往更新美國護照 需要郵寄書面申請表和支票 流程繁瑣又耗時 好消息是 從現在開始 更新手續可以在網上完成了 為了簡化和加快更新護照的程序 美國國務院在週三 正式啟動在線更新護照的服務 前提是 更新的護照必須是在 過去五年內到期 或明年到期的十年期護照 申請者必須年滿25歲 而且居住在美國境內 申請者只需要在國務卿官網上 填寫表格 提交照片和文件 支付手續費130美元 就可以完成申請手續 根據官網 目前處理在線更新申請 需要6到8週 負責領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比特表示 預計每年會有500萬美國人 使用之項在線服務 未來幾年內 或許能將服務擴大到居住在境外 想要更新護照的成人與兒童 新桃人電視台記者張博元綜合報導 想要抓緊夏天的尾巴 來一場浪漫的海灘之旅嗎 有新研究指出 世界上沙子最白的海灘中 白加州的卡梅爾海灘 憑著標誌性的珍珠白海沙 被譽為全美最白沙灘 坐落在加州中央海岸 卡梅爾海灘憑著標誌性的珍珠白海岸線 被旅遊公司CV Villas評為全美最白海灘 清澈的太平洋海浪為遊客提供了 游泳和衝浪的最佳條件 在金色日落的照耀下 遊客們可以在沙灘上赤腳散步 享受夏日最後的溫暖 除了陽光明媚的海灘 距離白色沙灘幾步之遙 有一座童話般的小鎮 Carmel by the Sea 自20世紀初以來 這裡一直受到無數作家 演員和攝影師的喜愛 在這座迷人的小鎮上 隨處都是精美的商店 畫廊 餐廳和精品酒店 旅遊專家根據顏色分析理論推斷 世界上最白的沙灘 非墨西哥的圖鲁木海灘莫屬 而卡梅尔海灘在全球排名中 排到了第14名 佛羅里達州的西耶斯塔海灘 排名第16位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劉佳佳綜合報導 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來關注一下 在大紀元網站上 公開聲明退出中共 黨團隊的人數情況 截止到北京時間 2024年9月20日 公開聲明三退的總人數 已經達到4億36146197人 前一天的聲明人數為39133人 以上是今天的環球直擊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